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弹也就是投掷手榴弹与射击 刺杀 爆炮 土工作也一起组成了我军的五大单兵技能 自建军起 我军就把手榴弹当作攻击作战和防御作战的重点武器 在历次战斗中 我军正是凭借于点半落下的手榴弹 打退了无数次敌人的猛烈攻击 八路军缺乏弹药 手榴弹就成为重点武器手榴弹投掷技能 之所以在我国被视为五大单兵技能之一 主要还是与我军建军思想有关 从红军到八路军这段时间里 我军的物资一直十分贫乏 尤其是子弹十分缺乏 常常一场战斗战士们只能分到五发子弹 近战也就因此成为了我军的制胜法宝 而手榴弹生产成本低 训练简单 杀伤范围广 是近战的神器之一 手榴弹投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军的重点单兵技能之一 在五十年代那场我军与美军的交战中 我军的手榴弹语 是美军最为深刻和痛苦的回忆 在第五次战役后期 我军英雄士兵谭炳云正式一靠一杆步枪和四枚手榴弹 成功阻击美军第十一师长达八小时 在那次战斗中 谭炳云用四枚手榴弹 炸毁了美军三辆坦克和一辆汽车 成功堵住了美军机械化军队的唯一的进攻道路 为我军撤回汉江北岸赢得足够的时间 而到了现代 虽然我军的枪榴弹和狙击流已经全面普及 但是投掷手榴弹这一技能依然是我军的重点训练科目之一 这主要是因为在巷战等短兵相接的进战中 枪榴弹 火箭筒往往会因为射击死角或者射击区域太过狭窄而无法使用 而手榴弹能够以各种角度 大量投掷到各种死角 将整个房间的敌人炸成碎片 从而为进攻部队打开通路 图为狙击榴弹发射器 此外 当且射手被火力压制时 根本没有机会使用枪榴弹和火箭筒 但是射手却能够在火力被压制的时候将手榴弹也能够轻松扔到掩体外面 将意图靠近敌人炸成碎片 所以 在今天手榴弹投掷依然是我军的重点 单兵技能之一 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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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